他原是陈庚的部下,后来级别比陈庚还高,建国低寿少将军衔寒寒东山,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陈庚手下的旅长,营长等在1955年,几乎都受了军衔,甚至还有一个和陈庚一样,是大将我们今天要说的陈庚部下是另外一个人。 陈庚手下的营长,1955年时,被低寿少将军衔他就是寒东山。寒东山1905年出生于湖北大雾县1928年,加入中共共产党因为表现出色,加上卓越的军事,台门寒东山的职位生的,很快在厄异晚苏区时,寒东山还是陈庚十二师的一个营长。 1936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副师长了,此时比陈庚的级别还要高,陈庚受伤去上海治疗,归来后从干部团团长干起,抗日战争爆发后寒东山,再次回到了陈庚麾下。 先后担任一二九师,第三八六吕副旅长,新四军第五师,兼厄运晚相干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位解放战争时期,寒东山参加过于西作战,中原突围等战役,其中在宋河战役中,寒东山指挥将汉独立旅,全监国民党军一个整编旅,以若胜强,受到了刘伯承的通令嘉奖, 同时被毛泽东称为以少胜多,以若胜强的范例,而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时,1955年寒东山被授与少将军衔,相比当年同级别的将领,来说这个军衔是低了点,但寒东山没有丝毫越言寒,东山虽然战功卓著但是一身为人低调对子女要求也比较严格,且从不对家人搞特殊,曾专门给子女门下了死命令, 谁敢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,走后门就滚出这个家门,后来子女全靠自己的本事谋求职位,并没有依靠父亲的一丁点关系,而寒东山的长女,至今都是个农民。